市委会测试市面的牛奶和牛奶饮品 发现营养含量的差异大 其中高钙产品的钙质含量可以相差近一倍 测试的40款不同用量的牛奶和牛奶饮品 售价介乎6.9到67.9 市委会说三成样本钙含量达到高钙食物的水平 即是每100毫升含有不少过120毫克钙 但结果发电样本的钙含量可以相差接近一倍 最低的样本每100毫升含有121毫克钙 而最高的就有239毫克钙 而最低的两个钙含量样本每100毫升价钱可以相差两倍多 市委会呼吁市民选购高钙产品的时候 应该小心比较营养标签